国内18号本土零确诊 另外指挥中心也针对国籍航空染疫事件宣布结案 因为集中隔离的519人在9月17号前完成追踪期满 裁检后也都没有再增确诊个案 当然国籍航空机师相关的观察的时间 跟我们确实相关的一些检查 经过整个集中隔离攻击519人 那最终隔离期满已经全数在9月17日前完成期满的裁检 当然都是阴性那也没有新增的个案 所以这个案子就算是告一段落 至于幼儿园群聚案是否也能进入结案 指挥中心表示若监测检验中的100例对象 到19号结果都是阴性 整起案件就有机会结案 而指挥中心也对第九期高端疫苗更改施打时程 做出说明 第九期的开放VNT跟高端没有什么变化 唯一有变化就是在高端的施打的日期 施打的日期就是从9月27日 我们本来宣布的是9月28 那我们到9月27起就开始来施打 未来陆续还有疫苗抵台 指挥中心也提前规划相关施打时程 像是第十期的VNT和高端第二剂 就预计在10月3号开打 但确切时间点将是疫苗到货状况再做说明 原事新闻给我们一顾台北市采访报导 在10月3号开启台北市采访报导